就在这一两年间 电竞行业突然被引爆 过去的小众圈子强势进入大众视野 全球赛事中中国战队夺冠的消息不断赚来 冠军加持之下 各个战队的明星选手身价暴涨至千万级 热度甚至超过娱乐圈顶流 成为游戏迷们的偶像 据报30岁以下的中国电竞用户超过三分之二 除了偶像般的待遇 电竞明星选手的身价动辄上千万 前阵子宣布退役的Uzi身价更是超过了5000万 所以打职业电竞也就成为不少00后的梦想 然而从调研资料来看 电竞职业选手年薪能够真正实现薪资水准 高于当地平均薪资二倍以上的只占16% 另外有近四成的薪资水准 等于甚至是低于当地平均薪资 最终能登上顶峰的人凤毛麟角 当电竞被列为正式体育竞赛项目时 是需要选手付出 长时间专业训练 长期快速的键盘滑鼠操作 会引发严重的键翘炎 比赛训练时长期的久坐 下肢静脉血栓 坐骨神经痛 都是职业病 著名电竞选手Uzi 23岁宣布退役 查出糖尿病 首批电竞毕业生 几乎无人从事电竞 电竞劝退业务 成功劝退 九成青少年等话题 轮番登上热搜 荣光下的阴影也展现在众人面前 提出我应不应该退学玩电竞 问题的十五六岁的青少年 真诚希望他们能慎重考虑 想成为一名职业选手 绝不是打打游戏那么简单 除非你是天才 扪心自问 你是吗